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两个兄弟 一个喜欢穿衫阅历 一个喜欢过家庭生活 一个一直单身 一个现在已经子孙满堂 他们一个75岁 一个60多吧 哎呦好难编啊 哎我们看到后面了 好了好了不闹了 大家好 我是吉普穆尔人唐大叔 吉普穆尔人唐大叔 吉普穆尔人唐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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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两兄弟不是别人 不是别人 不是别车 一个说的就是 今年75周年的穆马人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他的兄弟 Grand Cherokee 我们叫大切诺基也叫大切 今天在我身边这一堂 也不卖关子了 现在开始有点下雨了 就是大切里面呢 唐大叔手上也不多 但是今天抓到了终于就是一个 Summit 而且是柴油版的2016款 今天跟大家简短的来说一说吧 现在雨是越来越大 哇我是穿越岭越岭也不用下雨吧 在外形上呢16款和15款没有巨大的改变 但是大家知道之前有一个换挡门 也就是换挡的那一个东西呢 原来是一个电子的 往上推一下就上一挡 从Drive D挡换到N挡 这个再从上面呢 再往上面一下就变成到后挡 最后还能批挡 但是由于由于个人操作的关系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很多人呢用这个东西算不准往上推了几下 以为推到停车挡 结果推到到后挡 那最后呢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号称在美国有些人受伤还是什么 当然这些都是人为可以避免 只是说既然大家提出来了 那所以在16款的时候呢 大家又把这一个 有点像物理的一挡 就是一格的这个又带回来 那以上就是呢 这次的视频内容 谢谢大家观赏 拜拜 等一下 这个扯淡了啊 16款的大窃呢 依然是保持一个风格 而且我这个上面呢 为了展示放了一个这种 可不是船啊里面 而是为了流线型 为了风阻的关系 而这么一个放行李的东西 那出去玩的时候 很多很多东西可以放在上面 加上背后这个SUV嘛 后面的空间呢 那基本上就够了 这一台车呢 大家可以看到 Summit其实相对于overland 也就是这个搭窃里面相对越野的 更偏向越野的这一个哥们兄弟呢 它Summit更趋向于奢华和舒适 奢华的话有几种表现方式 我发现在车的这个方面 大家就喜欢用这种Chrome 这种金属的颜色的东西 如果是黑色呢也会很好看 配白色也很好看 这一台呢是碳灰色的 唐大叔也蛮喜欢的一个颜色 当然如果真是让我买 我可能会买白色 黑色是最酷了 但是黑珍珠色的 但是呢因为开过就开过黑色的人就知道了 当然你要经常洗车喜欢那种就没关系 像唐大叔忙的话就没没办法 所以喜欢淡色 见仁见智啊 除了Chrome呢把手前脸上面的那些accent 最下面这个地方全都是有的 这种银色 那再绕到后面来看呢 也是一样 这种Chrome金属色呢 到处都可以看到 但最主要最抓眼球的呢 还是两个排气桶 虽然这是一个柴油的引擎 240的马力和420的扭力 但是呢有双排气管 它有节能模式和运动模式 等会见到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 最最抓眼球还是这个 原来唐大叔有客户呢 一直跟我说要Summit 结果等了很久才等到一台 这球有点脏啊 但是大家也看到银灰色呢 和银色一样是不那么显脏的 有四驱能力 当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Goodies 在里面我们等一会就可以去看了 这样绕到背最后呢 我也就等一会不重新来了 仔细看看 当然这可以自动打开的 有到后影像和雷达 然后呢 后面的空间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还是蛮不错的 再加上上面可以拖的部分 这个车呢都是标配有拖勾的 包括overline也是这样子 把这块打开藏在里面 这里呢先不弃演示 但是很漂亮又 就是对吧 又很方便 现在呢我就把它自动关了 啊啊啊 oh no oh no 刚刚唐大叔为了躲开 其实是没有故意没有躲开 被他轻轻碰了一下 他就会起来了 所以呢要是有人 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先提醒你两声滴滴 你还不肯走快 如果碰到人的时候 他会上去 这也是个安全设置 在自动的时候安全最重要 说到这个呢 这台车最最 其实也觉得值得讲的就是它的安全设计 当然像这种不用钥匙开门都是小儿科的东西了 但是安全里面呢我等一下会细讲一下 啊打开以后呢 另外一个显示奢华就可以用金色了 当然 那再怎么显示奢华呢 当然是好的音响了 这是个升级音响 升级音响 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大窃的地方 所以在椅子上面 配的黑内饰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 还有当然小木头啦 这种 还有这种soft to the touch 所谓的 所有扶手的 靠手的地方啊 抓的这方向盘的一些地方 都是用这种软软的皮质 所以说到安全呢 我先讲讲外面 刚刚大家后面已经看到了 有这个到后 后面的滴滴滴 还有到后的影像 前面也有滴滴滴 这个除了是停车的时候有用呢 最主要 还有一些其他的 停车的时候可以滴滴你啦 告诉你四周怎么样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 就是这一块 像一个间谍的 什么一个 一个 先监控镜头一样 放在前面 这个东西用处可大了 里面再跟大家讲 当然讲到这个呢 除了LED的这个大前灯里面 还躲了一个小吉普的 那雾灯啊 都有 现在我们继续讲讲 这台车的舒适奢华 还有一些实用的功能 还有安全性 在整个吉普系列里面 大切应的应该是安全东西最多的了 70多项安全的这些东西 但是最最一些比较新一点的 或者说将来我认为 都会变成标配的东西 那可能有这么几个 首先刚刚前面大眼睛的作用 最主要是在这儿了 这是最新的一个克莱斯勒的设计 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原来用过的就知道 可能排位不是像这样排的 那现在呢 中间一按 打开这个 Cruise Control 也就是定速的巡航 然后呢 取消掉 当然了 原来一般都是减号 这个减速这里是Set和减速 你要先打开之后按一下 你开到假如说80多少 定在这个速度 然后像玩游戏一样这样控制 但是呢 那现在这样更Intuitive一点 更人性化一点 那左边的话 如果说暂时路况开始复杂了 我就关掉 可以Cancel掉 就把这个取消 但这个还是开着的 所以是一按这两个呢 又开始用了 原来呢 是要按一下这个才开始用 Reset呢 当然就是你定的速度可以改掉 Hi 刚刚有同事跟我开玩笑 大家瞄也瞄到了 后面还有这个东西 当然它不是SRT这台大器 但是呢 它也为了增加开车的娱乐性 它给你 可以选项这个东西 加速减速 很好玩 刚刚讲到这一块呢 哦 只是设计东西吗 大家也瞄到了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大家还记得 刚刚看到前面那个大眼睛 其实是来 同样在Cruise Control的情况下 假如我现在定好速度了 正在开 我可以把它打开 这个叫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也就是说 我定完这个的时候呢 前面是定速度 对吧 我假如开到80 90 定好速度了 这是公路要求的一个限速 接下来我前面的车 一般我们都是三秒钟嘛 1001 1002 1003 这样来看我们离的距离 通过同一个参照物的时候 我把它打开 定好了这个距离之后呢 我就 这个车就会记住 那如果我自己感觉 哎呀 离得太远了 我可以手中空 离近一点 或者远一点 当这些东西呢 都设好了之后 如果开到一般忘记了 聊天啊 旁边小妹妹啊 聊啊聊啊 小帅哥啊 聊啊聊啊 忽然 离得近了 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呢 这个车自己会给你一些提示 有声音的 有这个下面会亮啊 只是如果时代太近的时候 它会帮你减速或者刹车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将来 我觉得会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呢 我就要把窗户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柴油引擎呢 比汽油引擎要稍稍慢 那么半秒钟才会打开 所以大家可能刚刚感觉到 另外一个东西呢 现在的我认为将来也会变得 比较标准的一个 就是这个小三角的东西 这个叫blind spot monitoring 对吧 我们一般开车都有盲点 也就是这个肩膀旁边这一块 你不回头看的时候 会有人 别人你去换道啊 或者别人离得近的时候呢 那这一个是全时的会监控 在你左边或者右边 到时候会这里会亮 或者发自声音 所以这些呢 都是70多个安全设定里面 其中几个 当然还有刹车啊 雨天刹车啊 四个叠刹 气囊呢也是超多的 在前面来讲呢 除了这里有气囊 since 1941 对吧 一定吉普都会有 前面有气囊 咱们呢 这个侧面也有气囊 在这个上面呢 对吧 上面侧面有气囊 座位上有气囊 所以当然安全镜就说到这儿了 这台车是所有吉普系列里面安全的东西最多的 毕竟是旗舰的奢华的嘛 这个大窃不是开玩笑的肯定 那剩下来比较有意思的几个东西呢 在overline也有 但大窃里面只有overline和high altitude 还有咱们这个summit summit这个词其实挺帅的 我自己学会这个英文单词的时候 当时是研究喜马拉雅那些东西 原来登顶叫summit 如果不知道英文的同学呢 也知道了 他名字也是这么取的 对吧 大窃 overland的意思就是说 学生去探险呢 但不是adventure的意思 就是去overlanding 这样去一个未知的旅行 这种感觉 再上去high altitude 已经有点高的这个 对吧 高纬度还是精度 高 海拔高度了有点 再往上当然就登顶了 所以他名字取的也蛮有意思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大窃呢 是相对智能的四驱的系统 所以不同于木马人对吧 就这么一条条到四驱high 四驱low 就就开始let's go了 但是呢 这个是唐大叔呢 之前讲过 只要看到rock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吉普智能四驱里面 最牛逼的系统之一了 当然可以调low 对吧 在四驱 这是自动可以四驱 这种都是全是四驱里面的不同的情况 沙地啊 雪地啊 泥地啊 石头 爬石头已经是最厉害了 当然在别的一些情况下 我们一般有时候会配合这个使用 如果四驱 高速四驱的时候 就是还过不了 当然下去这个descending control 大家都知道 或者就是说 在你下斜坡的时候 你要控制速度 你同时又要控制车 很多东西要控制 当你这个速度 假如说五公里啊 七公里每小时 你按一下呢 它下去的速度就会保证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去忙其他东西 但你给点油呢 它会暂时加速 然后回到这个 所以这个下 下这个下坡的一个定速的 平地之后呢 它自己会关掉 当然最最重点的就是这个了 那唐大叔呢 我们坐在车上比较难感觉 但我告诉大家一下 对吧 像一些停好车之后 下车为了方便可以变低 现在这一档呢 其实是在这个 一般开的情况下 第一比较省油啊 风度比较小啊 开的比较平稳一点啊 就是高速Aero 这种 这种空气力学 比较科学的一个高度 再往上呢 我来试试看 现在呢 唐大叔 这个 对着一个方向 找一个比较能有参照 好 我现在不动哦 我现在呢 按 一共有三 三个高度 我现在按到最高 大家可以看到 提示已经在闪闪闪变高了 首先前面会变高 然后后面会变高 我自己已经能感觉到后面变高了 然后呢 还在往上 应该是 sorry啊 后面变高先 然后前面变高 现在我也能 大家可以通过灯火这某些方式 可以 好 再看看呢 现在已经offroad模式2 两个高度嘛 现在2 整个车身呢 我已经感觉到变高了 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看到 这里 那这里也可以看到offroad2 另外的话呢 这个车是可以配合 我现在是ECO ECOMO呢 就省油模式关掉了 其实3.0这个引擎呢 第一柴油引擎 可以比汽油多开40%多 同一箱油的 假如都加50升油 那柴油呢 而且它的这个柴油发动机 这台是用在皮卡上 所有最最顶级的 克莱斯勒产品里面 大皮卡的那个3.0什么 都是用同一个引擎 这也是大家要求了很久才有 另外虽然是柴油引擎 240的马力台 弄个运动模式 但我觉得个人感觉还蛮鸡累 U-COME 8.0也是升级版的 感觉触屏的速度快了一些 但是呢 基本上和以前都一样 那我也不细介绍 oh no 都不细介绍了 有导航 唯一有一点 可能也之前就有 但是呢 有一个可能 如果大家不知道 你是可以按住之后拖过来 对吧 像那种苹果的东西一样 大概是这样子的几个东西 关于更多的参数啊 指数啊 其他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去读相关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一些新的调整的东西 安全方面的东西呢 还有一些这个车的主要特点呢 通过这个小视频跟大家介绍介绍 如果对这个车感兴趣呢 还是 再次无耻的打打广告 不要看完视频之后 跟唐大树我买的车是 谢谢你的介绍 至少唐大树现在呢 还在加拿大这个 西加拿大最大的克莱斯 全加拿大最大的车行之一嘛 你就直接找唐大树就可以了 如果你住在温村或者是这个 呃 BC省吧 那 那广告也不多说了 现在呢做点小小的试驾 然后给大家一边说一边感觉一下吧 等一下哦 好 这个新的控制呢 它也是自动手动 当然大家开过很多车就知道了 调到低档之后左右呢 你是可以手动控制 当然这台车上面呢 方向盘上面又有像赛车一样 所以可以用这些有不同的驾驶体验 或者在越野的时候遇到 用到这些功能 那柴油发动机 毕竟240的马力 但是扭力480 它主要还是在这种开的平稳上面 配合8速的变速 所以这台车你不要指望有我们SRT 甚至是黑米引擎5.7的这种 你听见这个声音还是有一点 但这台车的隔音已经做了很多了 起步那几档还是能听到一点 但是如果你真的拖东西或者干嘛 你就觉得会很感谢这样的柴油引擎的设计 还是有点小声音的 这个大家要知道 毕竟是柴油 那现在我开起来之后呢 大家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呲的一声 它自动会变成这种车会降回去正常的高度 这样的话呢会更省用 如果这个四驱在越野的时候呢 它也就会保持这样的一个 刚刚我升高了两档嘛 如果还记得的话 对吧 保持这样的 加速各方面呢 我现在可以小试一下 如果这是正常开的情况下呢 就是会非常的 我觉得蛮平稳舒适的 而且做多少人 拖多少东西都没问题 加速 大家要知道 四驱车啊 当然平时是两驱模式啊 它会自动四驱 四驱车 很多跑车都是用四驱设计 这个扭力是非 扭力 大家要搞清楚 马力不是一个车快慢的唯一的东西 扭力才是加速 马力呢是急速 急速也就是最高速度 后面才有用 你要想提速快加速呢 或者拖很多东西起得了步 扭力才是关键 所以482的扭力 你要给点油 不是盖的啊 等我再绕一圈 而且现在颠来颠去的 这种感觉大气的 因为有这个空气悬挂系统 这个呢在大皮卡上也有 车子做的会更舒服 所以真的是颠不颠簸 对大气来说都是浮云 现在呢我把依然 我再第二圈试一下 我把这个节能模式关掉 刚刚是刚刚是关掉的 现在节能模式打开 试一下加速啊 比刚刚还平稳加速 不比一般车差 当然你不能比X5或者其他卡业那种 或者大气我刚刚说汽油引擎那种 专门SUV很多是追求这种感觉的 这个像小车一样的加速 不是那种 但是不是盖的扭力大的车 加速很爽 第二圈呢是正常的模式 没有用是节能模式的打开的 这种模式 蛮爽的 第三圈呢我现在把这个 运动挡打开 好可爱的车 又发动机一点都不猛 好运动挡打开 运动挡打开呢 会有个提示的界面 Sport mode 然后车子进一步降低 刚刚我是两挡的 正常的就是 升降里面呢下面是一挡最低的 写的Park 上面是三挡 刚刚是正常挡 现在呢运动挡就会自己降 当然你平时看也可以调低一点 或者上高速到自己的感觉 现在有个小旗子标志车子降低 好写着AERO AERO AERO DYNAMIC 好运动模式 还蛮有feel的 因为呢很多车你要这样玩 如果油耗你是在乎的情况下 对吧汽油车 HEMI也好什么SRT 真的烧起来油还是 咱是一般人啊烧起来 觉得还是蛮厉害 但柴油你要知道柴油 现在在加强大和美国都是比较便宜的 而且这台车我刚刚说了 同一箱油可以比汽油多开 40%以上 所以大窃这个配了柴油这个 你要真想玩也可以这么玩 当然它加速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了 只是会蛮爽的这样也是 然后呢又不怕油耗太高 但是其他时候你就知道了柴油的这个引擎 我们出去玩开着这台车去 如果长期旅行 哇真的很爽 一箱油可以1000多公里开出去 真是会非常的爽 而且自己会升降 这个呢高速的时候降低啊 去到一些荒山野岭可以加高啊 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你后面可以拖很多东西 这个引擎你要知道可以拖 数据呢我要再看一看 当然是4000多磅以上的拖跟玩一样 4500磅也就是基本上快大型的这些东西 大型的这个camper啊 一些这些东西拖起来都没没问题 船啊什么的 所以呢这这台车定位很清楚的 超级奢华的旅行吧 同样吉普的精神 但是越野的能力十足也是 当然如果追求极限的就是这台车你完全是要越野这么定位去用的话 当然overland可能更好的选择 因为你这台车也可以 但overland的话你会选择一些四驱group啊 越野group那些东西啊 更好的保护啊 对底盘对吧 可以加那些保护的东西啊 大家刚听到滴滴滴了吧 因为我这个车呢 接近了另外一个车在转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角度来控制停车的 我现在还在运动模式里面 那当然到后的时候呢就这样 所以这台车呢 安全性 这种城市SUV上面的便利性 然后高级SUV的安全性里面呢 都是各个方面都有兼顾非常的奢华 也是克莱斯勒或者吉普的心血之作 而且外观上面大家看到也是非常漂亮 今天非常的高兴终于做了 其实Summit我一直想想拿来看看玩玩 然后做一个视频 今天终于找到时间也拿到车了 之前来了两款的时候呢 没有第一时间做 结果卖掉了之后我就开始慌了 而且特别是柴油版嘛 很多人很想知道柴油版是怎么回事 今天呢 一口气全都抓到机会了 全都弄好 很高兴 再来打个软广告 还是那句话 买车找唐大叔在温村的话 好 今天是由白石木马人唐大叔给你带来的大切动机 2016 Summit柴油版的一个小介绍 另外呢 那这台就是一个Panoroma的全景的天窗 忘了讲刚刚 好的 谢谢大家的欣赏 我们下次再见吧 宝贝儿 拜拜